中国古代通讯还是很不错的 历朝历代对驿战的建立还是很重视 驿战是古代专共传递文书和往来官员 中途 住宿 补给 休息 换马的场所 那么驿战它在先秦就已经有了 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有 秦汉时期就非常的完备 中国词汇我们讲过多次 早期词汇都是单字 我们过去就叫义 这个战字是到蒙古以后 因为蒙古语音叫战斥 所以义战就逐渐逐渐就变成了一个词汇 再加上这个战本身也有停在那的感觉 所以义战就变成一个双音的词汇了 明末崇祯曾在大臣的建议下废除义战 导致大量的义战工作人员 人就失业了成为流民 其中就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就叫李自成 所以你看因果关系 驿战撤销后 青年李自成成了下岗工人 日子相当难过 清康熙《米之县志》明确记载 明末李自成迎穿一只马夫尔 因财义战 饥荒无所得食 奋逼一呼 足智土崩不可救 公元164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王朝 其领导的起义军已经具备和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 这一年的正月初八 李自成率领号称百万的大顺军 挥师北上 向明朝都城进军 大顺军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迎接他们的不是逃跑就是屈膝投降 原本遥不可及的京师似乎指日可淡 崇祥皇帝的这个撤销驿战的决定 最终加速了大明王朝的覆灭 早在五湖十六国时期呢 这个赫连伯伯呢 就创造了一个国家叫大夏 他被北魏所灭 他存活时间很短 只有25年 25年对一个国家就很短了 那么适隔六百年到1038年 朗项族的首领李元浩在此呢 就建立了西夏王朝 他自己自称大夏 古人都有这个特征 自个的国家都称为大什么 比如大明大宋大唐 他一定说大汉都是大自称 为什么我们称他为西夏呢 是站在汉族人的角度 他站在我们的地理位置西边 所以称之为西夏 宋朝人就这么称他西夏 显得他低嘛 他想国时间呢 应该说还是挺长的 在中国历史上啊 大朝我说过跨国二百年 不到三百年 这都是大朝 比如唐朝啊 明朝啊 清朝都是这个时间 宋朝是战争威威 跨国三百年 西夏想国时间呢 一百八十九年 一百八十九年 小两百年 也算 也算一个正常的寿数了 我们今天啊 我们注意看啊 越好的单位 它的对这个应聘者啊 条件越苛刻 甚至工资越低 今天往往是民办的一些企业 工资开得高 而这个国有很多企业 甚至有些大的外企 开的条件非常苛刻 而工资非常低 为什么 有人认为它有发展 你比如我知道啊 就有的大 大国企 招聘啊 一共是四十个这个位置 来好几千人 那各种条件都来了 有的人上来就说 我啊 可以免费给你干一年 你不用给我工资 你看我的能力 我干一年以后 咱们再说 我看外企 也有这种现象 有的外企 来了说 我不需要公司 我就需要证明我的能力 你让我免费工作 工作到一定程度 你认为我什么时候值钱 你什么时候给我工资 对吧 大单位就占很多便宜 那小单位就不行啊 你的一般的企业说 谁给你免费干活 不可能啊 那我们今天 会发现一个情况啊 就将来我们有机会 一定要讲 我们教育生态的一个破坏 教育生态 不是说 所有人都要长成 国家动粮之材 这才是一个好的教育生态 对吧 我们去看一个原始森林 它有钻天的 高大的桥木 还有一般性的灌木 还得有攀岩植物 依附于它生存的 还得有那种苔藓 这才构成了 热带雨林中的这种原始森林 如果说你这个山上就是 独一门的树 什么也都没有 这东西万一来个病 或者来个虫害 你就全死了 所以生态不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态呢 我倒是觉得啊 很多大学的教育程度 是确实有很低的 我们有这种感受 因为你招待的人 你可以知道 他质量不过嘛 所以呢 这种有没有必要 更多的人学到这个学位 这个学位如果说 你没学到本事 只是浪费了这个 这个年华 换得一个文凭 我觉得都很没有必要 我们讲老古案店 其实最熟的是民国时期 比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知的 民国四公子 首推张伯鞠先生 张伯鞠先生的收藏 今天啊 都是能顶收藏界的半壁江山 一个人就可以扛起半壁江山 他所有的收藏 随便拿出一个东西 今天如果去拍卖 立刻就呈现世界纪录 这是张伯鞠先生 再有张学良 我们不要以为张学良 只会跟赵四小姐 张学良只会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早年就是一收藏家 他爹是东北王 家里有钱 收藏的前提就是你得有钱 再有呢 就是袁克文 袁世凯的二公子 也列入民国四大公子之列 再有就是普通 那么这四个人构成了民国 最喜欢收藏的四大公子 你比如张伯鞠先生 张伯鞠先生呢 保护的我们这个传世文物 今天看全是国宝级的 当年 他构得我们今天啊 故宫博物院 最重要的 也是最早的绘画 战子前的游春图 当年花了多大的费用呢 都不是拿钱记的 是拿地记的 拿房子记的 十五亩地的豪宅 今天在北京市市内 没有一个人能拥有十五亩地的豪宅 人家张伯鞠先生就拥有 用了这十五亩地的豪宅 换得这一张画 那建国以后呢 把这张画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张伯鞠先生就说 这画就应该故宫博物院 那么他捐的 除了这张画 还有谁的呢 陆基的平腹帖 这个著名的发帖 杜牧的张好好师 范仲淹的道福赞等等 都是无偿地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显示出一个收藏家的高风亮节 你说属羊的不好 尤其属羊的女子不好 那芬妮怎么说 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慈禧太后 慈禧 这个十羊九不全 这画就是清末才流行起来的 慈禧太后属羊 所以人家就编排她 说十羊九不全 慈禧太后这老太太 当年也是年轻的小姑娘 你说她生活好不好 第一人嫁一皇上 第二人生一皇上 第三人还立了俩皇上 自己虽然没当皇上 权力比皇上还大 慈禧太后执政48年 你想想我们执政48年有多长呢 中国历史上当皇帝超过这个岁数的 不是这个岁数 超过这个年限的 一共有最长的康熙61年 他孙子乾隆60年 那么汉武帝54年 在下面有两个48年的 一个是梁武帝 一个是明万历皇帝 万历48年 那么你看看他前面就五个人 还有两个人跟他并列 等于是48年的有三人 并列第四名 前面61年60年54年 就三皇帝 你看人家的运气 这个不是政公 不是政公娘娘 生一儿子 母平子贵 正公娘娘不生啊 正公娘娘生三儿子 跟你你有啥关系 什么关系都没有 历史上记不记你都另说了 不读史的人都找不着你 对吧 如果你生一女儿呢 这历史就彻底改写 人就是得有这本事 人就这辈子就一枪一枪打中一石环 你看慈禧啊 1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 26岁的时候丈夫去世 40岁的时候儿子去世 要从这角度讲 过去是命硬啊 从这个角度上讲 就非常的不幸福 才有了十阳九不全之说 那么我想就是像慈禧这样的人 如果作为一个女性属阳的范本 应该是活的已经非常好了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 这个我们的地质社会的最后时期 还执政48年 能跟她媲美的啊 能跟她抗洪的 也就是以武则天了 苏东坡的江城子记梦啊 最感人 我觉得在宋词里 一个男人的口吻 写出怀念盲期的这种情诗啊 我觉得这可以排第一 什么时候读 什么时候受感动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凉 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其凉 纵使相逢 应不实 尘满面 病如霜 夜来幽梦呼还乡 小悬窗正梳妆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 长断处 明月夜 短松刚 你看 大文豪的文学力量 开篇 有力量 单刀直入 十年生死两茫茫 大白话 但是没有任何一句话 能替代这句话 让我受感动 我认为这一句 这首词里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 纵使相逢 应不实 我们十年都没有见了 就算我们俩能够见面呢 也互相不认识了 他说我自己尘满面 病如霜 老了 所以 你看 文人的寄托情感 寄托这种情感 他就有办法通过文学手段表达 所以我就说 多一份文学素养 你就多一份人生的快乐 我84年去新疆 一个人之身去 去的时候在家里写个条 就说我大概 是按照这个路程走 我估计我要走四五十天才能回来 留了一个回家 就出去了 一出去跟家里根本不沟通 结果到了喀什 就地震 赶上当年的地震 赶上地震呢 其实还是有心 告诉家里报一声平安 就到邮局去了 邮局排的那个队 一眼看不到头 全是打电报的 打电报特别慢 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熟嘛 一个字一个字的 我一看这队 估计排一天都排不上我打电报 我就算了 我也没什么事 就没跟家里说 等从喀什回到乌鲁木齐 因为我只在乌鲁木齐 一个朋友那儿留了一个通信地址 他也跟我联系不上 等我回来的时候 电报这么厚 家里人根本不知道我怎么样了 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 居安思危和居危思安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 我出来 我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 所以家里特别担心 但我在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没有事 家里是安全的 所以我对他们并没有那么担心 像这一类的情感 在古诗中随处可见 你比如王昌龄写的边塞诗 他说 风火成熙白齿楼 黄昏独坐海风秋 更吹枪笛观山叶 无哪金归万里愁 这诗就是这么个意思 打仗呢 风火 是吧 打仗呢 风火成熙白齿楼 他连续用阴暗的字眼 黄昏独坐海风秋 你看 这四组层层递进 诗人仍觉得不够 立刻引进声音 更吹枪笛观山叶 我们都知道枪笛声音是哀怨的 但是诗人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战争的间歇 我怀念家里 但是前三句都写满了以后 一笔就挪到万里开外 挪到家乡去了 他说的 我思念家乡 显然还不如 我夫人思念我的 那个程度 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 无哪金归万里愁 你不是我的专业 我看陶瓷文 人说你怎么不够认真看点 不用认真 看眼就知道 因为熟 这一熟人来了 生人来了 我用得着去掰着人脸 去分辨吗 对吧 说进来 这熟人 这人我认识他 你零点几秒 你就知道是谁了 这人不认识 你也是零点几秒 就知道这人是个生人 我没必要把两个人脸掰着看半天 隔一个钟头再说 这人我认的 这人我不认的 肯定不行了 这就叫熟能生巧 那再有我们大家比较熟的成语 比如刨丁解牛 游刃有余 这些都是说熟 熟你才能游刃有余 我们今天已经是工业化社会了 也进入了信息化社会 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觉得工匠已经不重要了 但由于我们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突然觉得工匠精神很重要 要不然我们全民族的产品质量都是下降的 达不到这个你期许的那个标准 每个人都有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不是要求别人的 是要求自己的 要求自己把自己能做的事做到最佳 这就是工匠精神 前些年我去江苏的时候 吃了一次地道的全蒸喜 这个蒸菜在过去 是一种非常高等的一种宴请方式 为什么蒸菜成为宴请方式呢 我们今天都觉得得炒菜 得编勺 蒸菜全是打锅蒸出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当年人的结婚跟今天不一样 我们今天结婚 就是一年四季随时可以结婚 什么时候都可以举行婚礼 一般的情况下选个节假日就可以结婚了 但是过去不行 过去的人一年四季都在劳作 结婚就赶在春节 赶在过年的时候 那结婚的时候一定要请人 一请人几百人吃饭 几百人吃饭你如果光靠炒菜 你肯定供应不上 因为过去没有煤气过去都是那种简单的煤炉 你用煤炉去炒菜你肯定跟不上 所以在江南地区就出现了一种蒸喜 从头到尾都是蒸 尤其人多那时候又没有大的空间都在露天吃饭 在零度左右的气温中 所有的桌子上一大锅一接锅几层屁 全部一模一样的蒸菜 有蒸蔬菜的蒸鱼的蒸肉的 尤其那种咸鱼和腊肉蒸的高温蒸完里头特别的香 所以一道一道的蒸气保证了所有桌都非常的 这饭菜非常的热 我们人认为我们自己饭菜跟西方菜有一个不同 西方人对凉的概念没有我们那么强烈 我们认为请人家吃饭饭菜一凉 这饭菜的等级就不够高 而中国人认为这菜是温的就是凉的 还不是真凉是温的就算凉 所以一定要烫嘴 很多菜就是尤其过去的很多人很喜欢吃烫嘴的菜 那么我早年参加过国宴 那是比较大规模的国宴 有一百桌一千人吃饭 那饭菜全是凉的 国宴熟吃饭 你别以为那国宴有多么神圣 我估计就主桌这些人的饭菜都是热乎的 我们的都是提前做好的 都是那个半温不热的菜 所以吃着没什么可好的 三条腿的蛤蟆 这会儿叫金蝉了 这叫金蝉 它怎么是三条腿呢 我告诉你 它的主人叫刘海 刘海就是女的 这块头发留下来的就叫刘海 吕洞宾的弟子刘海 功力高深 降魔出妖 降服了危害百姓的金蝉 妖怪 这东西叫金蝉 是个妖怪 在降服它的过程中呢 斩去一族 所以剩了三条腿 三条腿呢 从此以后 这蛤蟆呢 少了一条腿了吧 它就沉浮于刘海的门下 而且还变得非常萌 你想想它萌路萌 它三条腿 它回过头 这么一看 这一条腿 它回过这边一看 还是一条腿 这很萌的样子 你看它这个样子很萌 这东西是宋代的 你别看它 它是个宋朝的东西 这是一个水城 水城 水城呢 也叫水中城 俗称水鱼 有个小勺把水宽出来 同时呢 这种 这个 承水的门房 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燕滴 燕滴呢 是这个地方 可以把水给 这个滴出来 所以叫燕滴 中间这个勺是后配的 是后配的 燕滴呢 应该跟燕呢 相伴而生 你燕滴的时候 如果你想控制水量 可以通过小嘴倒出来 如果需要加水呢 也可以这么去加 都可以 那么这是一块砖 砖砖 砖砖呢 这是半块砖 是个焊砖 你摸着非常光滑 焊砖呢 因为有很多呢 是用这种沉淀的 和泥 糊泥去做的 所以它的质地 这个字密 所以可以做成燕滴 不是所有的砖 都能做成燕滴的 那么这个金蝉 站在燕滴上呢 也真是 恰到好处 我们都说 刘海系金蝉 步步掉金钱 按照传统文化的说法 当这个三条腿的蛤蟆 就变成了蝉 所以能口吐金钱 是旺财之物 这是一宋代的银庭 非常之重 很重很重 上面有字 这字都是 筑完以后早上的 宋代的 崇宁 崇宁四年 这有字 这应该是五十两 这个分量不用腰 就是五十两 你们注意看底下 蜂窝状 这种蜂窝状 就是在铸造中 出现的这种蜂窝 过去还是一个 鉴定的标准 早期的蜂窝状 都比较严重 你看清代的蜂窝状 就没那么严重 就比较光滑 这是清代的钱 这是什么时候呢 这是南海的 这是嘉庆八年 嘉庆的 前龙以后的 这都是过去的库银 这不是直接消费的 说你拿这么大一银银 到那消费 人家说你想买楼吗 对吧 这个当时不是为了消费的 是因为国家储存的 可以兑换成钱 拿到兑换成很多的钱 这种银子呢 也能花 这个在清代的时候 比银元重多了 可以当钱花 但是一般情况下 不花这个 这个太重 拿着也不是很方便 给你们打开看看 这是一个紫檀的盒 上面写着恩福严陵 你从恩福严陵一看 基本就是诸寿的意思 你看这盒做的多规矩 里面 金丝楠木的庄针 欠着红木 上面写着田金 写着寿诗三十首 这是林泽徐的一个发帖 你们可以看看 当年的官员 学日优泽氏 也说起来也是学者 这一笔精确的楷书 这字写的个个跟印刷出来的似的 完全可以当今天的字库 这个寿诗对于林泽徐来说 应该是他一个很重视的一件事 要不然不可能写得如此的精美 那么这个庄表 也是当年的庄表 距今也大概有个不到200年 那么金丝楠木 你们注意看 金丝楠木没有任何变形 中间嵌了红木 再装到紫檀河里 由于古人对这个书法的这种爱惜 你才能看到这个东西的如此的精美 这种装表是对这个书法 是有很好的保护的功能的 所以我们今天事隔150年以上 依然能看到完整如新的一个书法的藏品 我们从课本上天天说 林泽徐 林泽徐 今天是我们离他最近的一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